你好 欢迎收看6月10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首先带你来关心 台东县坚守的零确诊记录10号宣布破功 新增一例泰玛丽林家小管群聚延伸的个案 是60多岁的泰玛丽男性 虽然在第一时间已经旷列居家隔离 但是就在6月9号隔离起满筛检时 出现了肺炎的状况 目前收治住院 而林家小管的传播链累积至今 已有12名确诊染疫者 台东连续一周迎来零确诊的好消息 抗疫行动看似露出曙光 但未料10号再添一名新冠肺炎确诊者 是泰玛丽湘60多岁男性案12213 而他也正式5月27号 林家小管群聚染疫者案6367的先生 他是我们这个个案6367的同住家人 他在居家隔离起满之后呢 我们也为他做了PCR的裁检 他现在目前呈阳性的状态 所以我们也让他收治了 饶斯林表示案6367在5月27号 证实确诊后 县府已经在第一时间 匡列案12213实施居家隔离 不料9号隔离起满 却出现肺炎反应 卫生局紧急PCR裁检 10号证实确诊 目前台东邻家小管传播链 累积已有12名染疫确诊者 台东县目前累积共有22个个案 泰玛丽11人 金峰香9人 那悲难跟成功各一个人 雷东连驾将至台东县政府调查 约有400人会搭乘台铁返乡 再加上公路自驾车潮 就怕因此出现防疫破口 县府除了启动市场分流 也将从11号下午 启动火车站快筛服务 纯利防毒疫情蔓延 记得下回台东市报道